今天醒过来 昨天的那场雪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现在要去飞一飞了 兴奋吗 害怕吗 那最后这个云底下 然后比较宝贝的地方 好 好像还从来没有给大家看过 我的驾照 美国的飞机驾照是没有照片在上面的 需要配合有照片的身份证件使用 背面是莱特兄弟 今天高雷会是PIC pilot in control 看我穿这个衣服的颜色好安全 就失试之后很容易找到你是吗 呸呸呸 这里还有资助的POPCORN 你要吃吗 有点有 还算了 还有点兔 有点自知之明了 我们现在在Vale Vale是全美最好的滑雪小镇 现在要飞去的是Aspen 是全美最贵的滑雪小镇 我们要去那吃个午饭 远处中间这家就是高雷想买的机型 这些Jags都是好有钱好有钱的人买的哦 高雷腿长走得也太快了 这是我第一次坐别人 飞的飞机了 我没跟我妈说 我还不敢给他说 这其实是我第一次跟朋友一起当COPILOT一起飞 也是我的一个第一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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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降落在了Aspen 虽然才飞了半个多小时 然后Larsen很难受现在 突你身上没受 它是一个turbine的安全 我从来没在一个机场见过这么多private jet 然后他们特别好服务 这还会免费给你一辆车 你可以开着进程玩 这是他们给我们的车 我们现在到了Aspen的镇中心 这里就是一股浅味扑面而来 不知因为要飞就想坐在这下午喝醉 你现在也可以喝醉 到底把你的飞上扔 你想吃什么 吃点辣的 我觉得一般胃有点不舒服的时候 吃点有辣味的东西可以缓解 就不会那么难受想吐了 这是你们四川人的理论 真的 那你怎么搞嘛 我们北方人胃不舒服当然喝粥啊 喝粥啊 从来没听 从来没听说过胃不舒服要吃辣的 老师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我玩过 拿带子 Draft in case 特别怕他再飞回去的路上吐了 挺身手 其实这个是拿谋杀淘宝玩的 他一开始飞机我就把这咖喷这样 让他窒息 今天的目标就是回去的路上把拉尔森飞吐 这样已经 加油高雷 好想说自己是酒足饭饱 但是没有酒 只有饭饱 好饱 我还好饭饱不敢吃太饱了 因为我觉得他们肯定要整我 我们又回来了这个机场 I'm ready to two abrir开到看看 什么 嗠 你可以 带子没有用 刚刚本来你想这样谋杀你的 算了 谋杀我你也要掉下去 我们现在来买今天晚上烧烤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Costco是美国最便宜的连锁潮市之一 我们来看一下Vail这家有什么不一样吧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像是你在你家楼下的大润发 突然发现了一瓶30万的酒 高磊刚刚拌了三香酒进来 我们现在来Vail喝一杯 终于喝上了今天 干杯 干杯 按前讲了 鼓个掌 我喝的这款叫 Tru Blonde Ale 蜂蜜味很重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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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Good boy, good boy